青年拆開一世代的雞蛋糕 一邊享受雞蛋糕的好主意 一邊從朋友來開港 強度有限的市場 相信雞蛋糕 是很多人都相當危害的點心執意 第三點有壓制 是以投資所為主要材料 推出熱情巧克力蛋糕捲 雖然外觀看起來相當普通 不過只割本身的口味 就得到全國第一次雞蛋糕 機械競賽第三名的好生意 像有時候如果說 長時間在工作 你沒有辦法出國的 你在這裡也可以吃到 非常道地的法式的甜點 而且它的東西 你像一些女孩子 比較注重身材嘛 所以它的東西幾乎是沒有防腐劑 然後也沒有香精 而且沒有色素 然後你像比較喜歡吃甜食的 那個熱量都還蠻高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東西 都是低卡低熱量 雞蛋糕是低卡低熱量的管理 所以這次的時尊 只有用到兩種 一種多兩種本身的卡路里 先在航路裡面航四十分間 蛋糕捲的瓦丁就算是完整 不過最主要就是口味的搭配 而且才是用天然的土材素 加上黑巧克力 來調配蛋糕捲特特的口味 最好放進去冰箱冰冷 好吃的熱情巧克力 才算是完整 我們這個蛋糕裡面是只有用蛋白下去做 並沒有蛋黃 所以它整個熱量來講會比較低 是屬於比較低熱量的蛋糕 我們講求的就是給客人可以 嘗到一個最原始的 最天然的蛋糕 並沒有其他的累贅 其他的添加物 所以我們講求的就是最天然最原始 那我們的材料也都是講求天然的食材 並沒有人工色素添加物 如果熱情巧克力好吃 其他的堅能夠加點心 滋味也是一級飽 相當受到消費者的困難 你看這位紅的 是吃到脆脆肉脆相當的開心 但是沒有趕緊吃他吃 他還會拍檔子表示太多 可見就連紅的 也沒辦法貪抵抗 這個堅能夠的好滋味 其他出口開 採訪報道